哈囉 Vogue的朋友你們好 我是仁蓉萱 我是Selina仁佳萱 今天呢我們要來讓你偷窺我們的行李箱 到底這麼漂亮的兩位美女行李箱裡面是長什麼樣子呢 我今天特別精心的準備了一些東西 那這個呢就是我最近陪我征戰世界各地的小紅行李箱 印入眼簾的東西呢我出國真的是不管去哪我都一定會戴的 就是我的枕頭 那因為這是我個人衛生用品我不願意戴打開來了 反正就讓你看 你現在手不乾淨你不可以摸 Oh No Oh My God 他有一個很可怕的潔癖 乾淨的東西不能在不乾淨的時候去碰觸到 然後呢我一定會戴的就是一支吹風機 我有各種電壓也不就是一百一跟兩百二 就是兩種電壓的 因為我的頭髮真的非常非常多 所以一支好的吹風機真的太重要了 然後呢不管去到哪裡最重要就是一副帥氣的墨鏡 他會讓你瞬間就變得有心有快 我也會戴的一個東西就是熱水壺 煮熱水的壺子這樣 因為也是之前在網上看過很多新聞 就是說有些熱水壺那種飯店熱水壺 不知道他們拿來煮什麼這樣 然後呢這一袋呢 是我覺得非常有趣的特別的東西 所以可以整理出來 因為一把好的梳子很重要 特別是我頭髮很長 然後又有點乾燥 為什麼這樣介紹 就是很容易打結 所以一定要有一個很好的梳子 然後這個呢就是鹽巴 我會泡澡 然後泡澡的時候就一定會加很多的鹽巴 想讓自己去水中 這一個是我這次特別帶的 這個很重要 這個呢就是你在泡澡的時候呢 這樣弄上去 然後這樣假設這個浴缸放進去 然後它就會告訴你溫度 所以你下去的時候呢 就不會像下水餃一樣被燙傷了 然後我這邊我心裡想要準備 就是各式各樣的這種 按摩器 就好像我是一個運動健將一樣 可是因為像我這一次來 我會多留下來 然後如果你真的每天去玩 走路啊什麼 其實腳真的會很痠 這個時候一個滾筒可以幫你放鬆 一個肌肉按摩器 也可以幫助你肌肉再獲得更好的舒緩 然後這也是擀面的時候 擀面滾 肌肉啊也是可以放鬆用 然後這個球 反正一整組啦 我就都會戴著 然後這個眼罩呢 就是可以冷凍 冷凍起來 然後早上起來 如果眼睛太腫 可以立刻做一個急救的作用 急救完之後 你又可以出去 電死所有紐約男生 然後我一定會戴著就是海苔 有沒有看著 無鹽的 沒有調味的海苔 就是也可以順便補充你 如果今天吃不夠多的蔬菜 然後以及就是補充身體需要的點 對 好以上就是我的心裡香啦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融融的洗衣箱 又是什麼樣呢 換我來開箱啦 來 我先把我的外套頭 不然我太方便 好 我呢 習慣用自己的毛巾 就是住在外面 我總覺得毛巾不乾淨 所以我會習慣自己戴毛巾 然後呢 這邊都可以看到我都是一袋一袋的呈現 一袋一袋一袋 所以 我一定會戴一個外套 因為現在剛好是秋 就是轉換的季節 然後 在紐約的街頭我覺得 戴一件這種封衣外套很時尚有心 真的 而且它可以有很多種穿法 我剛剛說很多種 很多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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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可以 拆開來然後變成 變短的 上面是短板的外套 或者是下面可以變成一件裙子 就是我覺得戴一件衣服可以有三種穿法 是一件很方便的事情 然後呢 接下來都是一袋一袋的 一袋一袋一袋 這個呢是 內衣內褲包 想不想看啊 想不想看 想不想看 這個呢是 你拿個阿媽 保養品 保養品喔 保養品啊 洗髮精啊 各式各樣的全部都在這裡面 真的是收納屁 真的是有 這包跟剛剛姐姐的一樣就是 嗯 水壺 這個 妳要帶 我也要帶 因為要對抗時差 除了吃退黑激素之外 還有一個很奇妙的工具 就是 就是它就是一個據說啦 我們也不知道怎麼講 從口袋拿出來 登登 睡眠鋪滿 小叮噹有嗎 就據說可以幫助你入眠 生成的睡眠 出門去外面逛街 一定要有一個時尚有型的包包 百搭的包包 我剛剛妳不說我 我以為是月曆 蛤 差太多了吧 因為我不是很喜歡 一直戴著墨鏡 我覺得很黑看不到 我會戴 沒有框的眼睛 好好看喔 就是比較行 好適合妳喔 好 這次呢 因為我們有特別說要一起去 中央公園野餐 所以我就帶了很多野餐的工具 你看我真的是一個工具人 冰型 那個香檳的痛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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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知道喝香檳沒有好的杯子 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這個東西呢 它真的中間可以放一瓶香檳 可想而知我們已經把它喝掉了 然後還有杯子 兩個 所以其他多的人就喝一些 塑膠杯 就拿一些塑膠杯喝 哈哈哈哈 塑膠杯不好 喝紙杯吧 然後呢 野餐店是必備的 這一塊比較小 KIKI LALA 它是放食物的野餐店 專業 這個是之前 集點送的時候 買的比較大的 好 野餐店 有時候呢 可能會多帶不知一支香檳 就是 裝酒的袋子 這是 大概半箱都在放 真的半箱都是野餐工具 野餐的工具 所以我們已經完成了 這個野餐的清單的夢想 對 那妳就 麻煩妳幫我帶回去了 沒錯 因為我今天就要回去了 所以 這些比較 佔位置的東西 我會先負責帶走 好 以上就是我們兩位 大美女的行李箱 希望大家看得滿意 謝謝 哈囉大家好 我是孟耿如 大家有看到我身後 琳瑯滿目的東西嗎 我今天終於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這次去米蘭時裝週 有很多戰利品 然後包括會跟大家介紹 看秀的邀請卡 因為每個品牌 它都有不同的巧思 在邀請卡上有不同的設計 然後以及我旅行 可能會必帶的東西 我是一個就是外出很害怕 你突然要什麼 結果沒有什麼的那種人 為了避免這種事情發生 我就直接什麼東西都戴了 我會戴自己的拖鞋 真空壓縮帶 護照套 警診 搭配眼罩 牙線棒還有保濕噴霧 蚊子咬的時候要用的藥 防蚊液 小鹿班底的睡衣 指甲剪 我為什麼一定要戴指甲剪呢 因為我個人有非常嚴重的指甲強迫症 只要摳到一個那個KID 我就會忍不住會一直摳 然後有時候沒有指甲剪的時候 你就會把整個指甲都摳爛掉 接著呢就是吹風機 簡單的一個頭這樣子 有些飯店的吹風機 它就是吹得很慢 風量很小 你會站在那邊站很久 然後手又很痠 甚至把頭髮卡進去 所以對我來說 就是吹風機已經變成 不管它有多重 我都一定要帶的東西了 接下來跟大家介紹衣服的部分 這個是完全超級我的菜 上面有一隻鹿 曾經有不少人說過 我長得很像小鹿般比 所以我就對鹿開始有一點點憧憬 然後我又再買了更大一件的size 給黃子椒先生 大家一定覺得 他穿這個也太娘了吧 嗯 他就是這麼娘 但是就是一個情侶妝的概念 好 接著呢是這件外套 Oversize 它其實是皮革 然後 我很喜歡帥氣的東西 加上它有一個小巧思 就是它其實袖子的扣子 是可以拆掉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覺得 有一點點熱 或者是你想做多層次的搭配 裡面袖子的顏色就可以生出來 這陣子不知道為什麼就是非常迷戀綠色 看到各種綠色都想買 於是這次去米蘭我就購入了這個包包 它的形狀很特別 然後這邊有一個動物的臉 我個人還蠻喜歡物品上面有一些就是有生命的東西出現 你會覺得這個東西就是 它是跟你一起出去的 好像有一個生命跟你一起出去的感覺 我很喜歡 出去的時候一直背著 走一走它有時候就會流下來 所以呢 我就在佛羅倫斯的街上 跟攤販買了 這種背帶 然後 這樣的配色還蠻衝突的 所以就這樣一淺一厚 然後 我自己覺得還蠻帥氣的 帽丁 然後配上綠色包 我一定要炫耀一下 因為就是為了把這個搬回台灣 我的行李不知道操縱了多少公斤 就是一個小的茶几 然後 這個邊是有托盤 然後那個時候在Gucci看到的時候 我就覺得 喔實在是太可愛了 因為我本來就很喜歡一些很另類的衝突的配色 然後呢 上面這個羅馬數字他們說是Gucci的Lucky number 然後自己覺得很可愛 所以就是N是拿回來的 跟大家介紹 這是 我有時候會隨身攜帶的畫車 這是我之前畫了數字1到12嗎 好像是 然後都是用水滴當作一個主題 就有點像眼淚的感覺 然後創造出來的各種樹枝 登登登登 它就是一個 好像筷子夾著它 然後它也在吃麵的那種感覺 然後呢 這次去還發生了一件非常殘念的事情 就是我把我抄了一年多的日文筆記 丟在了飯店 但因為那個日文筆記實在是 這一年所有的精華都在裡面 對我回來的時候非常的慌張 我就立刻就是請日文老師 就是盡量把筆記抄回來 這是我新的日文筆記 順便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是台灣品牌 就是它前面這一格 就可以直接放筆 這次帶去米蘭 本來就是想要好好的複習 因為怕語言一沒複習就生疏了 我個人是嚴重的球鞋控 就是除了工作以外的時間 我其實很喜歡自己腳是很舒服的狀態 所以我的球鞋可能將近 每筆真的快要破百雙 這次我去米蘭買的 其實這雙鞋非常的中性 然後我很喜歡它鞋底的部分 紅咖啡色嗎 然後有厚底的感覺 我每年都會給自己一些to do list 今年默默的達成蠻多目標的 譬如說我去參加了米蘭時裝週 然後這次真的很榮幸拍到了Vogue的封面 然後以及我去完成了 我有一點點懼高症 但是我想要讓自己突破勇敢這件事情 所以去跳了skydiving 這簡直是就是很恐怖的一個經驗 我不會再跳第二次 但是我想說好完成過我這個東西就是打勾 出唱片曾經是我的夢想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沒關係 我就漸漸放下它了 沒想到放下它之後 突然今年有這個機會 就是讓我可以發行第一張迷你專輯 還有很幸運的入圍了金鐘獎 所以我覺得每個人 不管是每個月或者是每年 你都定下一些你想完成的東西 然後你就勇敢努力的去把它達成吧 大家好我是鬼鬼無印傑 今天就是要來介紹我 行李箱裡面有什麼東西 首先呢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為什麼我會不會買這個行李箱 因為我個人覺得方前的行李箱很無聊 我就想要找一個特別的 這裡可以登基 然後我發現了它這行李箱非常的別式 其實有附了一個三個袋子 這個是放乾淨的 髒的 亂的 我覺得它很幽默 但是去白海道主要的目的是滑雪 這個鞋子呢 我是為了要去北海道而買的 因為台灣其實根本穿不到 腳應該會燒起來 穿這個鞋子的訣竅就是 看起來腿會很細 因為它的鞋非常的大 可是我覺得它非常的保暖 像我們這次去白海道 就是去整個New Seiko 就是二四股 它是一個專門在滑雪的一個滑雪場 然後呢如果你頭真的比較怕冷 我也是有更加厚苦 因為我個人覺得滑雪不能不被看到 所以我選擇了比較鮮面的顏色 我每天顏色都不一樣 但是我的雪衣是一花的 因為我覺得在滑雪場不能太黑 就是你要讓對方看得到你才不會危險 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這是一個巨型的貝雷帽 我戴在路上 應該大家都認出我在哪 因為我覺得很像戴了一個黑膠盤在頭上 如果你們以前有看過我Vogue的影片 就知道我有非常多的杯原子 這個系列它是你看喔 它有橫濱台場跟前場 胡迪的杯原子 史努比鏡香 我每天在家裡啊 杯原子倒了我都會很焦慮 我覺得我可能人生最認真的時候 就是在擺放杯原子的時候 而且我會去找限定 那我看到限定我就會瘋掉 去了北海道你們一定要去買這個 六花亭 其實我平常開東西都是這樣的 因為我覺得這樣特別有快感 你看它裡面就是長這樣 這真的很像書耶 好多食物喔 其實我有吃過裡面的兩個 這個 這個是六花亭必買的 我現在打開來給你們吃 不是 是我吃給你們看 它這個好像就是餅乾裡面有夾心 然後它有葡萄乾 好波囉 它是有點軟軟的 那另外一個我很喜歡吃的是這個 它有羊羹 就是等於是你買這一盒 軟的硬的 Q的黏的 都吃得到 這個是來自便利商店一定有的東西 它是濃厚起司的可樂米 這個非常的好吃 自己都不願意給別人吃 它是羊芋片 你看 就是很像我們吃焗烤 有沒有聽到這個聲音 出國我比較習慣帶的包包是厚背包 原因是因為我才有多的兩隻手可以買更多的東西 看看我包包裡面有什麼 最近很喜歡是不是小的底甲 你看我這裡面裝了這麼多東西 然後眼藥水就是一次用的 然後我的鑰匙呢上面有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就是非原子的悠遊卡 是不是覺得我很無聊 鏡子 因為我出國不喜歡化濃妝 所以我就是找到了一個這個護唇膏 看起來是這個很可怕的顏色 但擦起來非常的自然 接下來一個重要的東西非常的重要 這個不是粉餅 這是一個自拍的 我剛剛說自拍 自拍 好啦這是一個自拍的粉餅機 它只要按螢幕它就可以了 你想要就是假裝就是一邊補妝一邊拍也是可以 我有時候比如工作人員啊 大家收工我就會跟大家說 大家來拍照 你看我們這樣 就差不多介紹完 那我現在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打包行李的一個順序 但是機場的前一個小時 我才會開始整理行李 然後所有的行李都是用塞的 這就是我打包行李的一個小方法 然後希望你們今天喜歡我的便當 就這樣囉 掰掰 看一下沒有什麼 味噌湯 這個 嗯 我跟你講 這個 一定要喝喝看 晚上啊 如果你很餓的時候 非常OK 沒有油 很神奇就是真的是沒有油 你喝完的那個碗 那個碗拿去沖水 一般有油的東西你會看到有油的那種浮塊 或者很難吸一定要用肥皂 它不用 完全不用沖就可以了 很厲害 很厲害 這個 英雄類 英雄類 好 這個圍巾 好 圍巾 圍巾背心 它是長這樣的 有扣子可以扣起來 像背心這樣 好 這個也是圍巾 圍巾 衣服 內衣 內褲 內衣 內褲 襪子 就這樣 沒了 嗯 我似乎已經忘記我買什麼了 噢噢噢想起來想起來 我剛完全 完全忘記 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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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打個槳這樣子 現在都會這樣做 是這樣子 那你也可以圍 邊邊看一下 可以吧 可以嗎 可以